1個小時,然後玩2個小時 怎麼看 昨天說完樣了 又說... 一個河童 河童身為最具傳奇和代表性的日本妖怪 在文學、電視、電影、動漫等通俗文化的表現相當活躍 譬如在戒穿龍之戒的小說《河童》 經典妖怪漫畫、鬼泰狼作者、水木某的作品 《河童三瓶》等等 都有他們的大顯身手 在中國古典奇幻文學大作《西遊記》中的《三不正》 到日本人的改編作品裡面 幾乎都是以河童形象現身 在日本言語中 亦都有一些以河童為題材的句子 譬如河童上了陸地 就比喻人離開了熟悉的善長領域 就會施展不到 意思跟虎諾平洋被犬欺一樣 至於河童是一種怎樣的妖怪 在日本各種出土的古典文件裡面 幾乎全部都可以查到很多資料 甚至有圖 令人忍不住懷疑河童是否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動物 有沒有可能有存在過呢 根據一些日本民間神話的描述 寒龍體形類似小小孩 全身呈現綠色 背上有一個類似龜殼的甲殼 還有短短的嘴 手腳上都有好像青蛙那樣的樸 在他們的頭頂上有一個沒有頭髮的光滑部分 看起來好像一個盤一樣 裡面是經常栽住水 據說這些盤裡面的水乾了 或者這隻碟這個盤爛了的話 他們就會力氣盡失甚至死亡 不過根據地點不同 和童的外形也有所差異 譬如在九州、沖繩、五島、群島的傳說裡面 河童的形態就好像比較接近人緣 全身被無法覆蓋 背脊也沒有甲殼 跟其他地方傳說中的河童類似的是 他們的頭頂都是有一個地方凹了 裡面裝著水 萬一水乾了 或者沒有了水他們就會死 因此傳說中 只要騙河和彎腰 等他們的頭上的盤水倒出來 他們就會死 好了 留下個星期六再說吧 先說兩句 星期六再見 拜拜 拜拜 星期六再說 星期六再說 嗯 看完片段上youtube 星期六再见 拜拜